为了提升民众对国产杂粮的认识 同时落实实农教育 农粮署办理国产杂粮十大体验路线评选 鼓励参赛者设计结合实农教育 跟农村体验的旅游行程 要用后端的消费拉力带动前端的生产 希望能够达到推动国产杂粮产业成长的目标 桃园市大安国小的学生穿着戏服 带来精彩杂粮戏剧表演 12号下午农粮署举办国产杂粮 十大体验路线颁奖计成果发表会 到当地区的家庭还有这些企业以及学校 总共有五万多人 那所创造的是三千多万的这个产值 得奖者在台上露出笑容 农粮署邀请农民团体设计国产杂粮 产地参访农事体验等主题的 农村旅游路线企划提案 再由评审选出最具特色与创意的十条路线 另外农粮署也办理高职农校生职场观摩体验活动 以及国小学生杂粮食农体验教案 希望借此培养产业生理军 对于产业更深入 因此对于今后他们进入职场的话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他对于杂粮还有对于大地 整个生态环境会变成他一辈子的 这个知识跟学问 了解到有很多的农居 可以让我们来减省时间 没有看过像机械 觉得这个很有趣 而且自己也会喜欢这个职业 透过食农教育结合农村特色 增加民众学校工商团体 出外旅游产业观摩的新选择 共同推动国产杂粮发展 这台北综合报导